漫漫人生路 悠悠伴你行 哈喽大家好 我是爱美俏婆婆悠悠 跟美国人比起来 加拿大人的性格就相对来说温顺 然后加拿大人的就守规矩人多 我觉得与这个有关 因为我去超市里边 我就看到所有的人 就没有一例不戴口罩的 我觉得还是很自觉 包括昨天就Hidy告诉我说 我就不能去那个健身房啊 餐厅啊都去不了 因为他知道我在中国 打的这个疫苗呢 这边就是是不认可的 那个疫苗的话 我就没有办法拿到疫苗护照 今天一会儿呢 我还真就要出去吃饭 就没有不是上餐馆了 是那个Hidy我那个朋友 他说因为我也很想他 他也很想我 所以他说我们那个 约在一个就是快餐店 就类似于麦当劳那样的地方 是允许 就是允许去的 所以呢就是一会儿六点半 我们到那边去见面 然后去聊一聊天 我回来以后其实我没有给他打电话 因为我知道我需要这个隔离十四天嘛 然后再加上呢就是我这个英语 就是这种我这个英语 也没有从来也没有好好学过英语 全是可以说我这个英语就是自己瞎胡乱说的 所以这个一回去以后呢 就有点打触给他打电话了 然后呢昨天晚上终于下决心说 我还先从那个翻译上翻译了几句话 比如说我的隔离期结束了 然后我打了疫苗 然后呢我也打疫苗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东西 我还翻译了几句 还背了背 然后才给他打电话 然后一拿起电话 就背的那几句话 就完全就用不上了 我俩聊了多久 聊了两个小时 就是因为他特别聪明 就是我们两个人能聊天 就完全得益于 就是我俩有一个共同的能力 就是我只要知道一个单词 我就知道你在说什么 然后就能往下继续 就是他也有这个能力 我也有这个能力 所以就导致了我从英语一级啊 我零级的时候不认识他 我是一级的时候认识他的 从我英语一级 一级就是认识了几个单词以后 我认识他 我俩就开始聊天 你想想 这就是就那么几个单词就开始聊天 就完全得益于就是双方的这种生活经历 阅历 然后还有这种逻辑思维能力 就是这些能力综合起来 让我俩能聊天 然后昨天跟他聊了两个小时 一开始我还很紧张 我就不愿意给他打电话 因为我觉得我都不会说话了 然后一拿起电话 他很聪明 我一旦我坑哧坑哧的也说不出来的时候 就是他只要捕捉到一点点信息 他马上就知道我想说什么 我就觉得非常好 然后呢我跟他的男朋友 他有一个男朋友 不结婚 他们不结婚 就见两次面 但是就是不结婚也不住在一起 他就要男朋友 我跟他那个男朋友就不能聊天 因为他男朋友没有他聪明 完全就是我俩就不能够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这个英语 说实话 我完全应该算是自创的英语 就是我没有好好去学英语 大家看我 我每年来回这么走 我就没有太多整块的时间去上课 再加上我去上课以后呢 我发现这个英语很难学 尤其是那些语法呀 就是那个时态呀 哎呀我对我来说 我是特别不愿意 就那种各种规矩管束着的人啊 我一看这些语法时态 我就崩溃了 我说我不学了 我就放弃了 所以我就不学英文 但是呢我有一个什么 就是我喜欢说 瞎说 就是因为毕竟在这边 就是这么多年啊 它会积累一些 就是我不是背出来的单词 是积累 就是生活让我积累了一些单词 然后就用这些单词 用我的一个怎么说 就是听别人说 或者是自己觉得 我就想这样说 就瞎说 我的英文呢 就是我不敢跟那个 就是让华人听到 我跟老外我就可敢说了 因为我是外国人 所以我说你的语言 说的怎么烂 也不丢人 但是一让华人听到 我就 我就不敢 我就不好意思说了 觉得很紧张啊 因为我说的这个英文 实在是 就不是英文 因为我老公听我说英文 他就把它带的 他就不会说英文了 他说你这个英文 简直是就是 就是那叫什么 就是完全没有规则 就胡说乱说 说的他 他英文也比我强嘛 但是也不是特别的好的人 所以我一说英文 时间长他在旁边听着 就把他带勾里 他就不会说英文了 所以我昨天跟那个海地 聊了两个小时 然后我们约定 今天六点半见面 然后聊聊天 然后那个 我看就是我听到 他说的这个消息 大家都很安全 然后都很轻松 很放松 然后海地还去游泳 还去打高尔夫 对啊 还有一点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我之前 因为要做手术嘛 我就想着说 有可能这个手术啊 要一两个月 都不能去 那个更新视频 录视频了啊 所以我就坑吃坑吃坑吃 录了好多的素材 然后就准备说 我不能录视频的时候 给大家剪辑一下 就别断更啊 结果没想到 其实我第八天就可以录 只是那个时候 我手头的素材太多了 我就没有录 然后一直到14天 我才开始录的啊 所以就导致了 我手头其实羁压了 不少之前录的这个视频 我是想着说 我会陆陆续续的给大家 都给它播出来 因为我先跟大家说一下 免得有人会说 哎呀怎么这么乱呢 一会儿在国内 一会儿在国外 其实不过就是说 库存的视频而已 其实没有什么可乱的啊 因为我觉得那个也没有什么关系吧 因为主要是分享的是内容嘛 就是不管是分享过去的 还是现在的 我觉得都是我的一个生活 所以我会把之前 我就是 就是拍摄的那些视频的素材呢 都会给它剪辑出来 然后陆陆续续的 因为这边说实话 冬天了也没有 包括我们 很多的公共场所 我们没有疫苗护照是进不去的 所以我们没有更多的消遣 包括温哥华 冬天是雨季 所以我想也没有更多的内容可录 所以我正好就把那些 我之前 录制好的视频的内容呢 陆陆续续呢 会跟大家去分享 所以我先跟大家来说明一下 因为还有一些 还穿着那个T恤衫呢 因为现在天都冷了 就看起来再不放的话 就有点那个 季节都有点不对了 我也没想到 回到温哥华 从上海 我还穿着那个超短裙 幸好我赶紧的抓紧时间 穿了一下裙子 到这边直接就是冬季的感觉 因为虽然天不冷 可是大家 他们因为国外啊 屋里边很热 就是外边呢 他们就特别喜欢 里边穿个衬衫 外边就穿个羽绒服 所以到哪一脱 所以天稍微一冷 他们就把羽绒服穿上了 其实你看大家 我出去就穿一个外套 其实是可以的 可是大部分人就穿上羽绒服了 因为羽绒服方便 里边就可以穿个衬衫就可以了 或者穿个半 我看我儿子都是 里边就穿个半袖 一冬天都是里边穿T恤衫 穿个半袖 然后外边穿个羽绒服 所以就感觉说 我从上海 从那个还穿着裙子 到这边直接就入冬了 我之前的所有的秋天的衣服 还没来得及穿 就入冬了 就开始是这样 那好了 今天呢 一会儿我要去吃饭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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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